大家好 我是黃正元醫生 我是眼科專科醫生 今天最主要想跟大家說說 關於非蚊症 視膜膜穿孔 視膜膜脫落 我們首先要認識非蚊症 視膜膜穿孔脫落之前 要認識眼珠的結構 其實這就是黑眼珠眼白 光線穿過角膜 裡面有一個晶體 經過玻璃體 視膜膜 視膜膜就像相機的菲林一樣 有很多感光細胞 它就會將光線變成神經訊息 經過視神經傳到腦部分析 其實我們經常說的非蚊症 很多人都會發生的 其實就是這個玻璃體的一些退化 這個玻璃體不是空洋洋的 這裡其實是有一塊啫喱狀透明的物質 其實我們說一出生 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結痰痰 像啫喱一樣 但隨著時間 隨著年紀 這個玻璃體就會收縮 退化 甚至有些年輕人很浩動 被人碰到眼睛 甚至觸眼都可以觸鬆玻璃體 甚至乎我們說玻璃體收縮 甚至乎可以扯到時望膜 穿孔脫落 就是在說這個玻璃體 所以我們經常說非蚊症就是這個玻璃體 和時望膜之間的關係 我們經常說非蚊症都有分糧性的非蚊 和惡性的非蚊 兩大類 其實一般的非蚊都是屬於糧性的非蚊 意思就是說這個玻璃體純粹收縮 退化 有些沉澱物 其實當這些沉澱物在玻璃體上 變了水狀化之後 浮浮沉沉的時候 光線將那些沉澱物的影 影了在時望膜 這些就是我們叫做良性的非蚊 但是有些叫做惡性的非蚊的時候 病態性的非蚊 就是說我們這個玻璃體收縮的時候 連帶和時望膜之間的拉力太強 就扯到時望膜甚至可以穿了孔 一有孔的時候 你知道水就無孔不入了 因為玻璃體裡面有很多水分 就可以經過孔走入時望膜底 變成時望膜脫落 其實你可以想像時望膜好像一個牆紙 鋪在牆紙 鋪在眼壁裡面有一棵牆 你想想像牆紙好像有些小撲 你不不快按走牆紙 通常就在那個位置裂下去 一模一樣的道理 如果視網膜穿了孔 你不不快去修補 就有機會形成我們叫做視網膜脫落 因為我們說視網膜脫落 就是一個很嚴重的眼疾 我們說眼科最急的急病就是視網膜脫落 但如果我們說視網膜穿孔的時候 我已經用一個很簡單的激光可以修補得到 其實就已經可以大大減低了視網膜脫落的風險 因為視網膜穿孔的激光就簡單很多 其實就是坐在那裡 好像這些儀器一樣坐在那裡做 病人滴過麻醉藥水 然後我們有個隱形眼鏡蓋住眼珠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激光去將那個孔附近 360度的孔的周邊 好像燒烤一樣釘緊 因為激光是光來的 它直接進入到眼睛 完全不需要有任何傷口 可以直接把孔附近的孔的周邊 然後水就不怕會塞進去眼底 這個我們就叫做修補激光 但甚至乎我們說到視網膜脫落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一些大型手術 因為視網膜脫落的話 我們說手術都分為外邊和內邊的手術 內邊的手術就是我們真的要伸一些儀器 進去眼玻璃體裡面 去清除了玻璃體的拉力 因為你要清除了玻璃體的拉力 它才沒有東西再扯住視網膜 我們才用一些手術用的氣體 或者我們叫做一些重水的方法 把它燙平視網膜 再用激光的方法或者冷凍的方法 去修補那個孔 然後我們要在眼睛裡面注入氣體 靠氣體去頂住那個孔 讓水不要再容易有機會經過孔 所以我們說做完視網膜脫落的手術 康復期是非常之長 不是說好像白內障手術 這樣一做完就可以立刻看得到東西 其實我們說做完視網膜脫落手術 大家可能都聽過 有些人說做完手術要趴在這裡 就是要靠氣體因為氣泡向上升 其實要靠氣泡去頂住視網膜 穿孔的地方 當然去視乎你本身的視網膜脫落的範圍 那個位置 那個嚴重性 有多久 等等我們決定要用一個 幾長 長效的氣泡 有時有些氣泡可能只留在眼睛 兩個禮拜 有時甚至乎要留兩個月 但是初頭 都一定要趴在這裡 希望氣泡可以頂住個孔 我們預算是很辛苦的 一天24小時都要這樣趴 趴足可能一兩個禮拜 等到激光的印或冷凍的印黏穩住 我們才可以輕鬆一點 不用趴得那麼足的時間 但是我們說都未完全康復 因為氣泡一天在眼睛裡面 一天都未看到東西 因為它會影響我們的折舍 會令到我們的視力是未清楚 一天還有氣泡在眼睛裡面的時候 我們都不可以坐飛機 不可以坐高速列 因為怕氣壓突然轉變 會壓到神經線 或者血管 亦都可以傷及到我們的視力 所以我們說 視網膜脫落之後的康復期 其實是 都幾長的 真的分分鐘可能要三個月 甚至乎半年的時間 或者更長的時間 才可以 康復得到視力 甚至有些我們說 如果我們看到氣泡 都未必可以 叫做夠力 俗稱夠力 頂得到視網膜的時候 我們甚至乎要用一些貴油的方法 去填充空間 頂住視網膜的時候 那些貴油 我們身體是不會吸收的 甚至乎要再做多一次手術 才會抽走那些貴油 所以我們說 視網膜脫落 就是我們眼科最急的急病 以及很嚴重的眼疾 剛才我們說了內邊的方法 去處理視網膜脫落 我們有一個叫外邊的方法 譬如有一個叫拱膜扣押術的方法 就是靠在眼靶外面 鋪一個膠鋪 去頂住 那個穿孔的位置 希望那個鋪可以把視網膜 和眼白的葡萄膜組織貼近一點 令到它的水可以容易有機會吸收 我們有時候 甚至乎可以 除了用那個鋪外邊的方法 我們甚至乎有些時候是兩樣內外夾攻 俗稱 兩邊的方法一起去做 去增加視網膜 可以貼得起機會 這些就是我們說 視網膜脫落 所以為何是一個這麼嚴重的眼疾 就是這麼嚴重